同行流量给的多 独活的精力 就是现在比如说吧 您在家想找陪练 搜天津陪练 汽车陪练 可能您搜不着我 能搜到别人 就等于您这会儿 就是刷不到我 不给我推送 就这会儿 除非您直接搜静门教练 或者搜我号 这样可能能搜到我 像我们已经管住了 就不说了 人家信的 没有的那样 对对 他就可能这段时间 比如想练车 人一搜只能搜到某某教练 就搜不到我了 这不就是我的损失吗 我这个好人 你都问我这来 那就是 哎呀 他这个东西 没办法 他是每一个人都给推一段使用 也是公平的 他也不会说 一直给某一个中国推 因为你只要不发明 你偷这个红灯啊 嗯 我来了 嗯 如果说你不发女花 他不会一直给你推 只是推一段时间 让你感觉到 哎 流量的强大 然后去让你认头 画这个你去买 再练一次 行 再练一次 然后咱又转点 嗯 嗯 我不说话 你看你自己来 想去啊 哎 不说话自己来才算真的会 嗯 对不对 嗯 嗯 哎 哎 哎呀 买早了 你刚说了 买早了 不就又挽回了一下呢 好 是吧 对 可以 买早了 刚才中间不就了一下吗 不就还可以 嗯 嗯 主要是其实买早买晚还是差的 主要是必须得看清楚 嗯 对吧 嗯 嗯 哎 行 走 有进步啊 前面路口左转 换条包 行 嗯 好多 你看你转弯慢的 掉头 还还好 这直线现在是个大难点啊 这像我们还说那个 哈哈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 一个是您过于紧张 眼睛 你看走不直 无外乎三点 手太紧 抓盘 抱盘 第二个就是眼看太紧 老丁某一个点的 其实 第三个 我那热吧 我就是想努力跑直 就是 就是太纠结了也不好 就是你光关注这直了 旁边红绿灯 妈也不管了 反而就反做了 你看你练转弯的时候 没太注意直不直这事了 还有一个就是您得下意识的动作啊 你看刚才给你踩踢两次 发现没有 刚挑直一起步 当绝半圈 出去 前方路口调转 你打鞋 眼望远看 你打灯 黄线的右侧啊 眼台是吗 很流霜 这个不错 车头盖过斑马线 防止后转压实现 往前开门 呃 客代表来了 眼睛不要一直轮到他身上 还是看你自己弹倒 啊 我想躲他 你想躲他 越看他越躲快 越等于撞下去 不要受他干扰 而且眼睛别再惊他了 看看你 看你那儿 哎 你就知道往右推了 你越看他 你等于是越奔他走 明白吗 别动啊 你这会儿要被杀 脚被杀 防止他突然过来磨你 你别理他 你不会下来咋家了 打架咱也不缺理 我正常行事 我就开的慢 那咱来得一下 有吗意思吗 为了让你追尾啊 或者让你知道一下 被人憋的难受 赌气吗 啊 他下来咋下 嘿 我这流量 我就起来了 我这赶紧下来让他 现在罚这社会他不敢 他能干嘛呀 搭我车 打咱俩 好嘛行了 我后半年陪练不用干了 我后半年陪练不用干了 唐家属行 嗯 甭害怕 他什么 逗气捏你一下 让你知道被捏 有多么烦 让你追尾 吓你一下 其实你真追上了 他也心疼他那车 对吧 虽然说咱全责 上保险怎么样 你说你真碰一下 汽车弄个大饼 是不是都不愿意呀 就有这种人 你明明写着实习就 对呀 一过来 我牌上都一过子一过子 你还 那不行啊 来活呗 好 说说要被杀 所以就是后边有疯狂摁喇叭的人 一旦有宽处的地方 你要做好被杀的准备 嗯 就防止他来这一手 或者是他从旁边欺你 特别很模拟 嗯 或者是过来就光给你反来一下刹车 摁你 可能这种情况一年也遇到一七两次 但是绝对有这种可能性 你头一次就遇上了 啊 遇上 我总遇上啊 今天到新城 尤其我们走那个 像刚才和平那种小刀 有司机机的呀 他也过不来呀 宅呀那地儿 好可容易绕过来 哐一下 闷我们前面去了 要不就骂骂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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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排着你骂我 骂就骂呗 骂就骂呗 我跟你说啊 为骂我开车有时关窗 有时天凉我也关窗 因为有的时候 尤其女同志 人家骂两句心里就受不了 尤其新手骂完之后 他就开不了心态就崩了 所以我就摇床 他骂咧咧听不见 你他骂你的时候 或他过来的时候啊 你别看他 你别眼神别跟他交流就行了 你越看到他越起火 你就别离开 说话就甭搭理就完事 咱不练车来了 对吧 咱也不是跟他斗气了 你像那次我们在安山道那儿啊 咱左转啊 咱左转啊 嗯 那个上次我们在安山道那儿 那个司机啊 跑到旁边来 腰臭 妈 我就告诉你姐姐 我说你别扭头别理他 帮钱看 我说连眼神都别给他 哎走了 你要是看他了 嗯 你说他你看着他骂你 你肯定别扭 嗯 对吧 你回来你再交情两句 犯不上 所以我看不好 我就看人家 那你越他这赶了你 你越不能赶了呀 他这赶了完你 他走了 他看你乐了 你撞上他他看你乐 对吧 人家是不骂你了 你撞上人家看完你乐 人家牛头走了 我得拐那条 对 花坛子为戒 猪腹路 猪猪腻形状那些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啊 你不能这个骂 心态必须得好 哪个新手过来 没挨过骂 没挨过蹭 没挨过家 你看看 你看看 现在眼睛弹起来 放哪条道走 走这个 那对吗 啊 他停不住的车呀 是不是 嗯 嗯 走啊 走 拿眼一过来 掉过头来 或者拐过弯来 眼睛弹着抬起来 看路况 进哪条道行 为妈不管边 嗯 除了停靠的车辆 还有个就是 这种花坛子 行人可以穿越 嗯 而且树叶挡着盲点太多 进来 试试看 是吧哈 哎 左眼皮 因为慢 你说 不知道您会不会开车啊 你说哪个新手 就包括我 没拿过妈妈上来开车的时候 没拿过妈妈都是这么过来 你甭管他开多少年开成卖样的老司机 你问问他当年上路 都有这阶段 不可能拿起车就走 跟老婶没有那边啊 车感再好的也不可能 嗯 知道吗 他上来他也得低伍 害怕 都这么过来 你看我妈那边开车 刚上路 好 跟大公交蹭好一次 嗯 到现在开车 有时到车还拿不准 在小区里面呢 我妈那车嘛 没有雷达 没有影响 其实那技术还 首档 他就一直开这车这么多年 他也习惯 他也不愿意换了 嗯 他说我这岁数 我也不换了 再开几年 就就 一报费就不要 我也不开车了 这岁数 换一个看不了两年 又编织了 走 这不就说嘛 而且我们贴着两个实习标 我还特意买了个女司机 哎 哥后边是一个粉色的实习标 就怕有的时候 哎 比如给人添麻烦什么 一看女同志就算了 这个在后面俩大实习标 还写着女司机新手 而且本身在太阳城这地儿 练车的人就多 她都多余智着气 你就 咱就说啊 就是有教练 有护杀在车上 真是个新手 两口子练车 这女的一害怕踩错 给她怼了 你说她 你说这不自己找事 以后啊 就是咱们开车 以后在 就是您成为老司机的时候 遇到新手 远离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说跟新手弄气 你都 人家新手都看不出来你是弄气 给你就怼上了 你还在那儿啥不错 以为你嫩她了 新手根本看不出来 这是我在旁边给她讲 我要不说她解决 我要不说她解决